可以把十个据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 看课本第九页 第九页应该是倒数第四行 讲到这个延起重道 这第一章法与法的创决者及奉行者 那么 这里 那么在讲三宝 法 法则创决者佛 奉行者身 那现在在讲佛所悟道的法 是中道法 我们应该是讲到倒数第四行 讲到四地跟中道 缘起四地中道 那这三个概念基本上 是 都是通向 所谓的 吾我 法 好 所以他这里讲 苦极灭道 生死重苦 依因而极起 那所以 只有因灭 那么苦才能灭 那么苦要灭 非八正道不可 所以这个就是苦极灭道 所以这样的如实之 如其事实的之道 也就是 知 是真谛 好 那这个就是四地 那这里讲 苦真实是苦 极真实是极 灭真实是灭 道真实是道 这四地也称为法 现在在说明 那什么叫做法 什么是法 那所以这里讲 他说 如初见真谛 经上称为 知法 入法 就见到 见到这个真理 就叫这个真理 那一般这个法 那么 基本上 也是等同 我们说四地 或是缘起 那一般就是讲缘起 缘起跟四地是一样的 一个是狠着说 一个是竖着说 那么入法 那契入于法 就是你正得这个法 一般来说 那么 这个 正出国的人 那都用这样的 都用这样的形容词 叫做 知法入法 或是得法眼镜 那么 都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个 形容 那这里讲说 因为他知法入法 不复见我 为见正法 那这个 知法入法 不复见我 为见正法 那这里讲到 这个 经上称 那 比较有名的就是 阿难 交禅陀 那么 禅陀在佛露灭后 那么 一直没有人得正果 那 他很紧张的 到处去问朱比丘 那朱比丘都是跟他讲 那么 社无常 受想行事无常 那么 一切行无常 就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其境 他听了之后 那么 每个比丘都这样跟他讲 但是他也不是没听过 他听佛说过很多次 他总是觉得 你不要跟我讲 这个 诸法无我 一切空 空极 那么 如果是这样 那么 谁 谁见得法 谁正得这个法 所以他 一直有困惑 一直有困惑 他认为 他认为假设 是无我 那么正得无我的是谁 能够见法的又是谁 能够知法的又是谁 所以 那他有一点点就是 没有办法 这一点他一直在那边撞 撞不出来 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后来有人就跟他讲 那么阿难 那么 在佛身边 那么久 所以他也许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很赶快去见阿难 那阿难了解了一下 首先先赞叹他 说你 很不简单 很了不起 因为他出家很早 是长老了 还能够问这些比丘这些道理 先让他欢喜 然后就跟他讲 那么我听说过佛交加瞻眼 那就告诉他 正见世间急 就把佛交加瞻眼的跟他讲 那么正见世间急着 不生世间 那么无见 正见世间灭人 不生世间有见 那就是 这个就讲中道 然后 此有故 彼有 此生故 彼生 那么无名 远行 行远世 就讲这个 这个 禅头天了之后 果然就见地 就见真道 那么叫做知法入法 那么所以 这个知法基本上 元起跟世帝是 一样的道理 元起世帝中道 那么 都是通向你 无我的 都是要让你了解 无我的 那 由于他 见这个法 知法 持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那么 就是此生故彼生 此面故彼面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那么他从这个理上 步入 所以 他就断了身见 就没有我见 所以 他因为见法 而 就去除了这个 去除了这个 圣见 由这样 就正路出国 那这里就叫做 知法 入法 所以这个知法 可以说是元起法 知法 入法 那 不复见法 不复见 我 就是 他由这个见元起 而知我 所以不复见我 为见证法 只见到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法身 法面 只知道 只见到法身法面 就是元起法 那么没有见到 就不再 不再认为有一个 根深底固的这个我 那么以法得无所谓 就是 你很肯定 非常肯定 知道 是如此的 就是 无我的 元起的 所以 一般把这个 能见真地 见真地 的这个智慧 称为 得法眼镜 这是 一般来说 有讲 得法眼镜的 世尊的 初转法轮 初转法轮是 杜 吴比丘 他这里讲 就是 开 世地法 初转法轮有几种 说法 元起 世地 中道 都有讲 初转法轮 到底 那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元起就是世地 在露元院 初转法轮就 最先说法的 这当然是阿安经 如果讲 如果大圣经典就讲 这个 佛在苦地处下就开始说法 华元经 那当然 从 从这个事实上来讲 初转法轮 他基本上 如果 一般来说 就是 最初跟吴比丘 在露元院 这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对吴比丘 阿诺乔春儒 首先正果 基本上讲 离苦乐两边 一定要先讲这个 离苦乐两边的中道 这个我们前面有讲 就是因为 当时的 吴比丘 跟一般的外道一样 都认为 苦行就是解脱的 唯一方法 那 释迦佛 希达多 曾经放弃苦行 所以 他本来是要护持 希达多德 后来也不护持 他认为他不休闲 就随他去 我们自己修行 所以他们自己就跑到露元院去 那 释迦佛自己就去 菩提 就是加野城 他原来叫加野 后来在那边成果 叫做菩提加野 所以 回来要度吴比丘 吴比丘本来不见他 所以他先跟他讲 其实修行 是要离苦乐 正确的修行 是要离苦乐两边 这个是最早讲的中道 中道法 就是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离苦的方法 然后就跟他讲所谓的四帝 就是苦极灭道的四帝 或是讲缘起 那么缘起跟四帝其实是一样的 或是十二缘起 那因为 这个是一般我们说的四帝 那这个是所谓的缘起 那缘起跟四帝 是 一个横着说 一个竖着说 那 四帝是苦 其 应该是这样 缘起是这样 比如说 无名行事 那缘起有两支 应该这样讲 好 写在这里好了 那么 有应有缘事间集 有应有缘事间面 有应有缘事间面 那 那 事间 基本上主要就是有情事间 那三种事间 有情事间 五蕴事间 国土事间 五蕴我们的身心 国土我们的遗报 我们都要弃事间 好 那么 吉 就是 出现现情 那么有应有缘 他有应有缘 才有这个 有情的生死 轮回 那么 基本上 吴明 他详细说是这样 吴明 吴明 因吴明有行 我们叫做吴明原行 因吴明有行 行原事 吴明行事 民事 然后六路处说爱取有 生老病死 优悲劳苦 最后是苦 不明面则行面 不明面则行面 行面则事面 来自于生老病死 优悲劳苦 面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流转 这叫做流转 这个叫做 环面 所以 这个 这里 这里就是苦 苦 苦 那么苦的原因 就这些 这是 由于这一些 才行成苦 那么 苦面 灭 因为 要把这一些去除 那么苦才能灭 那所以就变成苦其灭道 那这个道 这个道 后来这个道 这苦其灭道的道 那么就是 怎么样 你要用什么方法可以去除掉这一些 那整理起来就是37道品 就变成37道品 其实就是戒定位 不离开戒定位 那么如果依据舍论的 据舍论的编排其实就依这个 其实就是依这个次第 就是 有肉的原因 反复 流转的是反复 流转的是反复 那么不流转的 反面的是圣者 他就是依这个 所谓的元起四地的道理 然后来做据舍论的干目 所以他是 有肉 从有肉到无肉 甚者是无肉的 有肉 的原因果 那他从果开始说 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前的苦果 从果 那这个果就是苦果 有怎么样的因 怎么样的缘 才形成这样的苦果 那 苦果是什么 有肉的果是什么 就是三界六道 有肉的果就是三界六道 就是凡夫 生死的凡夫 所以他有生死 他有生死 生死怎么来 就从无名行事 你这六处出事 爱居友 这些 从有肉的果 这个就是三界六道 那么因是什么 无名行 这是过去的 行 就是 生口一业 那么这些怎么来 生口一业怎么来 四名色六路出 受 爱 取 那么就有 那导致以死生生死 所以又会累积 下一生的 存在 下一生的苦果 就变成 爱取有 有就下一生的 有 就累积起来了 这生死了就马上接着下一生 因为这一生已经累积起来了 然后 有 然后就生 老病死 悠悲老苦 又循环 他就讲这个 缘 就是变成烦恼 那这个就是业 这个就是祸 就是烦恼 所以他就开始跟你讲 那我们有哪些业 有哪些烦恼 这个是 这个是 就是依这个 据舍论就是依这个而编的 依这个缘起世纪这样而讲的 这个是业 这个是烦恼 那就跟你讲 业有几种业 烦恼有多少烦恼 那么无漏的 就是讲这 还灭的 圣者 那圣者的 因缘果 那 正果 那有哪些圣 有哪些圣者 就是 这个我们叫做 四种圣者 僧文 圆绝 僧文 圆绝 屠杀 佛 但是 从部派里面来讲 那就只有 就只是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大圣里面讲 这讲四种 那如果从 从这个 部派里面讲 就是 四双八倍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出国 虚托汉 二国 四托汉 三国 阿纳汉 四国 阿罗汉 就出国到四国 那最后是阿罗汉 四国 那 这个是果 这个是圣者 无漏的 无漏的果 无漏的果从哪里 从智慧来 他就告诉你 要有哪些智慧 那么智慧怎么成就的 这个无漏会 要有无漏会 无漏会怎么来的 要有定 就讲这些 那 基本上 所以 这个 苦 那这里的苦 那这个 形成苦的原因就是 极 这是极 因为 他是很多原因的 才形成现在这个苦 那 这个无漏行 可以讲 这个是由过去的 因为你来投胎 四明社 就是五蕴生 这个是五蕴生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把大家 先把这个擦掉 就是 我们说 基本上就是 以缘起四地 来说明整个佛教的修行理论 所以缘起跟四地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这样看 吴敏 我们这里讲 巳明社 无名行 巳明社六路 处 你要先知这个法 就是你要了解 然后你了解到很彻底 对这个法没有疑惑 就叫做知法入法 那自内证 这个时候你真的 你真的彻底了解原情 你就没有那一种 有我的那种概念 所以就违见证法 不见于我 其实是这样的 那不明行事 426路处受爱取有生 生之后就是老病死 幽悲老苦 他就连结了这个 老病死 幽悲老苦 那这个是 所以最终就是苦 那么这个苦 苦是苦是由哪里来 由生来 有这个生命 有生就必有死 生老病死之间 一定会有 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 这个所以就有这一些苦 那所以 生就有死 生死就是苦 第一个生死本身是苦 第二个生死一直轮回 一直轮回 他也是苦 所以我们说有苦苦 坏苦 辛苦 好 那这个苦 这个生从哪里来 那么因为你累积这个夜来 所以从这里讲 这个是未来的潜在 还没 这是未来的潜在 有就是一种存在 有是一种存在 有是一种存在 像我们现在这个有 三有 欲有 色有 无色有 它是一种存在 是有 本有 中有 生有 死有 就是人的一生 经历四种存在 刚生下的时候是生有 生下到死之间 到死之间 是本有 死的上一刹那 叫死有 死到生的中间 叫中有 它也是一种存在 四生九有 就是把众生分成九类 存在的众生分成九类 二十五有 都是这样 就是这个是一种存在 那这种是未来的存在 就是未来的潜在 未来的 未来的潜在 就是当你这一生 当你这一生死了之后 那么这个就会变成下一生 有这个力量 那这个基本上跟这个一样 好 那爱曲 我们看 这个曲 主要是爱的执着 由于这个爱 通常是这两个 无名所赋 爱结手续 众生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境 这个是爱安静常说的 无名所赋 爱结手续 众生长夜轮回 就是于吃众生 无名所赋 爱结手续 那么 他是讲 应该前面这样讲 于吃众生 不明所赋 爱结手续 长夜轮回 就一直生死死生 这样长夜轮回 就是没有止境的 除非你休闲 那么 愚痴的人又不知道要休闲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境 这是爱安静常常有的 好 那么他在讲 重点是无名跟爱 那这个曲 基本上是 结合无名跟爱的 他重点这两个 那因为 其实就是 爱的加强 然后 我爱一定是由我见来 基本上这个主要就是我见 等一下我们再讲 那这个是我爱 那我爱一定就是我见 我见一定会申请我爱 那这个曲一般叫做四曲 那四曲基本上就是我与曲 这讲到后面讲到原曲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讲就可以了 我与曲就是我见 然后欲曲 就是这个我爱 对五义的贪爱 然后另外另外有两个 就是见曲接近曲 观念上的错误 那么修道上的错误 见曲 这样不对 那你却认为这样对 这样的修行不能得解脱 你却认为这样的修行得解脱 这样的境界不是解脱 你却认为这样的境界就是解脱 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再得解脱 所以见曲戒进曲 那其实它重点就是像这样的一样 那就是爱 这个就是爱跟无名 爱跟无名 主要是爱跟无名 就我与曲跟爱跟无名 那在欲界就是欲借潭 欲贪就是欲 欲群 博欲群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爱 这个爱 这里 这里基本上就是 我们会申请这些的主要原源 六路 处 受 那一般来讲 受底下还有受想失 他这里只用受 那么所以他变成 这个是内六路 怪六路 内 怪 内就是原而彼者声音 他在现在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现象到底是 怎么一种情况 为什么我们怎么起烦恼 怎么照业 照业了又怎么感知 这个夜暴生 那怎么受苦 他在告诉你清楚明白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有 那你就知道 那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样 所以我要不那样 我就不会这样 就变成这样 就是你要了解此有故彼有 所以你就能够此无故彼 那这个是眼耳鼻舌声音 这个是色声香味处法 这个是外进 我们叫做沉 有时候叫沉六层进 这个是六根 这个是内 内六路叫六根 那这个外六路叫六层 或是进 色声香味处法 我们现在在告诉你知法路法 到底是知什么法 那这个六根六层对应 那么根层合合生什么 生世 根层合合生世 根层合合生世 六根对六层 眼睛看到这个 心里面就会去分别 根层合合生世 像现在我在说 说法给你们听 你耳朵听到 你就会去分别 自然去分别 这个师父在讲什么 然后再经过 有受想世这个作用 根层合合生 根层合合生世 那么世 加上了别之后 根层是合合就生什么 生畜 好 所以这个六路 六路是指内 内跟外的六路 然后跟世结合之后 这个世是在这个身体里面 等下再讲这个 那么结合之后 然后就产生畜 畜 畜就是最初的心理反应 心理活动 我们面对到境界 最初的那个心理活动 就是畜 所以这个阿安静叫做六畜生 它有六六法文 六四生 内六畜 外六畜 六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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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 没有 它有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 内六路 外六路 然后六四 三个 然后六畜生 四个 然后六畜生 五个 六畜生 六个 就六六 就叫六六法文 这个叫六六法文 这一个 这一个 六四生 这个内六路 外六路 二 三 然后六畜生 四个 五个 六个 这个叫六六法文 另外如果从五印讲的话 它就变成六畜生 六失生 六祥生 受享 失 六祥生 六失生 那 畜之后 畜聚 受享 吃 根成是荷尔生 畜 一旦有畜 生起心理活动 就一定会有受享 畜 聚生 就是聚起 聚生起 受享 吃 所以 所以这个受 这是畜就后面就受 那么受享 之后 它就会起什么 可疑不可疑 因为有苦受热受 苦乐 阿兰经典常常讲这个 常常讲受 因为我们造业 基本上跟受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有苦乐 不苦不乐 因为苦乐不苦不乐 通常是这两个 那后来讲三个 那后来讲五个 就变成喜跟忧也有 那主要都是讲这三个 苦乐不苦 苦跟乐不苦不乐 就生起什么 生起贪跟撑 那这个爱就变成有贪有撑 他爱不着就撑 就变成这样 那所以 他就是整个这个程序 那这中间基本上 其实受之后 有有想有有失 那但是他就从这里 以这个为代表 然后生起这个爱 那这个名色 四个名色 这个名 这个色 色就是色 身体 这个名是新手受想 色受想行 所以色受想行事 这个就是五蕴生 就是说 这个是你现实的存在 但是一个人说 这个名色就是色受想行事 这个是最初来的事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 这个是现实的存在 现身的这个就是四名色 现实的存在 现身的存在 现实的存在 这个是未来的潜在 那么当你这一生死了之后 具足这个 当这个生的时候 就变成四名色 又变成四名色 然后又开始 又开始造业 又入出售爱 就变成这样 然后又又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又开始 又就这样 你带着这个五蕴 跟血 就是变 这边就是造业的 你爱取 就不断的 贪跟撑 就造种种的业 这些就造种种的业 那么这些业里面 这些业里面一定包含 这个 这个 失货跟贱货 那么带着我贱的 那一定是这样 那所以 他这里 这里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五蕴生 现在的五蕴生 那现在的五蕴生只是讲身心 身心的现象而已 没有讲到心跟静 那心跟静就是这里 这个也是身跟心 五蕴 身跟心 色色小情事 但是我们造业基本上是 心对这个静 起种种的烦恼 那怎么起烦恼的就是在这里 这个身心里面 身心里面 那么因为有感官 接受外境 对境 身心面对这个境 那么有这一些心所 那么有这一些 有这一些东西 所以开始就开始造业 那么业累积之后 那么就变成有 那累积之后 这一生寿命尽了 那么第一个这个有 就无明行 业累积了 那么又变入下一生 又变成四明射 所以这里明射 有时候叫做四四柱 四一明射而住 一受想行 色受想行而住 那这个其实就是五蕴生 这是我们现实的存在 那这里来说 就是苦 那这里整个来讲就是急 苦急 因为这样就不断的流转 生老死 生老死 苦急 因为有生就有苦 苦怎么来 就从这里来 这个叫做急 那怎么样 怎么样不苦呢 你要灭苦呢 就是要先灭无明 无明灭则行灭 这个是根本 那无明 你看哦 无明 通常无明有很多种 无明非常的多 不知善不知恶不知业不知报 这些都是无明 但主要有两种 根本的两种 就是我执 通常就是我执 我执 那我执有分两种 分别我执 跟巨生我执 主要是这样 那么分别我执 是由 从这里开始 增强分别我执 那么巨生我执 是与生俱来的 分别我执 是 这个是先天与生俱来的 这个是后天 经过学习认识 不断的加强的 那你断了分别我执 我们就叫做断生见 也就叫做撒迦也见 那么断了生见 你就决定会解脱 但还没解脱 所以这个就是支法剑法 那么已经断了生见的话 就正出国 就是刚才讲的 出见真谛的人 那么 这个已经断生见了 就我见 那么巨生我执 到阿罗汉才断 三狗断了 到阿罗汉才能断巨生我执 那么巨生不再生 他就叫做无生 他就叫做无生 巨生我执断掉了 就不会再生了 就正阿罗汉 其实这样 所以无明灭 无明灭则洗灭 洗灭则是灭 这个就是灭 灭一定要灭无明 灭无明 重点在无明跟爱 爱也是由无明来的 我爱一定以我见 我见一定提我爱 所以刚才讲的 无明所富 爱结所幸 产业沦迴 不知苦之本机 那么你要灭无明 要怎么灭这里就没有看到 但是灭无明就怎么灭 要有无漏慧要有智慧 无明就是没有明 所以必须要有明 那明就是智慧 就是因为你就是无明 没有智慧 那这个智慧是亲近的智慧 我们叫做无漏慧 所以你就是因为无明 所以你才会起获照应 才会对一切的境界 那么迷惑不知道 然后在里面不断照应 所以现在 你只要恢复到明的状态就可以了 可是要怎么明 就是你执着我就是无明 那你要怎么样明 那么必须 会必须要有定 就是这个是会 明是会 那么那必须要有定 那么最初最初 就是最少最少 要有未到地定 叫做会解脱 所以你要解脱 解脱这个苦 你必须要有会 那么至少要有未到地定 那未到地定 预界定不能引发神通 所以它叫做会解脱 然后如果你有出国 出产二产三产四产 有根本定 那么就是从 可以引发无漏慧的定 可以引发无漏慧的定 基本上是有七亿定 就是四产八产里面 出产二产三产四产 然后空无边宿无边无所有这七种 空无边宿无边无所有这七种 那么可以 非想非非想不行 所以叫做七亿定 那未到地定不能称为定 未到地定不能称为定 但是它也可以得解脱 它不是根本定 所以它叫做七亿定 那再加上未到地定 就有八种 有八个可以得无漏慧的 那必须要有定 那你的定要怎么生成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力量 定是让你的心有力量 那你能够引发无漏慧 那你要怎么样修定 它就告诉你修定的方法 但是你定有时候修不成 你没有那个身体 你没有那个时间 你没有那个环境 那么这些怎么来 这些都是障碍 那你为什么会有障碍 你没有持见 所以你才会有障碍 所以为了让你修定 所以发挥没有障碍 你必须要持见 那所以这个形成 就形成一套道的理论 叫做戒定慧 停修戒定慧 洗灭贪嗔痴 它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苦其灭道 那我们这里看不到 试炼诸事正经事故事 看不到这个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有这个 有这个 那么你怎么样 比如说你在六根六成对境的时候 你可以不动心 不起烦恼 那个是定的力量 那个是会的力量 所以那也是戒的力量 所以它这个烦恼都是从 这个是已经累积烦恼的 那这个是开始起烦恼 这个是开始起烦恼 由六路促送 所以叫做根律语 戒里面的根律语 就是你在六根门头 就是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要看好你的心 宜教经也这么讲 当好治心 一样 那么你又怎么样治这个心 基本上就是由这里起烦恼而已 都是在这里 把这个擦掉 它都是在这里 这个是五云生 这个是过去所累起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改变了 但是 你慢慢慢慢从这里 然后你不再生起 在这里不再生起心的五云 这个是过去的五云 跟业 你没办法改变了 但是你要 你要不照未来的五云 就是要断这个五云 不照未来的业 那在这里 那这里基本上就是 你心跟劲 所以我们不是有讲过二十亿尔的一个记吗 他的修行是什么 就从这里 六路处常对 不能动其心 心常住坚固 地观法身面 就看这个法身法没有法身 但见以法不见法 你看他就是从这里 六路处常对 六根经常面对六臣 但是他的心不动 不会随着六臣境界 起探真识 六路处常对 不能动其心 就是不起烦恼 心常住坚固 那他面对境界 他不动心 那他的心做什么用 观法身面 在元旗法上 心常住坚固 心都在哪里 都在观察这个法 法身时生 灭时面 但有生面 那你不随着他 心常住坚固 地观法身面 你看他就是 他就是从这里 地观法身面 其实是这样 那么我们的心 会依静而起 那么依这个静 而起这个心 所以那这个心 都是杂染心 烦恼心 所以才会说 那么基本上 这个就是起烦恼 起烦恼的地方 那这个是受果报的地方 就不一样 那这个是烦恼的阴的地方 那你在起烦恼 这个地方控制 所以一般来讲 勤修戒定位 洗面贪嗔痴 戒 戒就是你控制 你可以控制烦恼 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 我很生气 但是我控制住 不骂人 我控制住 不打人 我很想要那个东西 很想把它占为基础 然后我控制住 我不贪 非裔之财 这钱很多 但是这个不裔之财 我不贪 反正类似像这样 你要控制你的烦恼 你有那个念头 但你没有付诸行动 就是你有那个不好的念头 但你没有付诸行动 来自于什么 来自你的戒 我有受戒 比如说你肚子很饿 但今天我受了八观再戒 我忍一下 我受了菩萨戒 不要骂人 真想骂人 但不骂 那么类似像这样 那就是你有控制自己的人力 这个就是戒 那你如果你没有 你去受了戒 你就常常告诉自己 那我不可以 我怎样 就好像你没有结婚之前 可以做的 你结了婚之后 有很多东西就不能做 你会告诉自己 我已经结了婚了 这样做是犯法的 会有这样的观念 那你做公务员也一样 你没有做公务员 这样做可以 你做了公务员 那你这样做就不行 那个就是什么 你有一个规范 那你记起来了 那就算你没有去受任何戒 但你可以控制烦恼 那个也就是戒的力量 戒其实就是控制烦恼的能力 那定就是调伏烦恼 控制烦恼就是你有那个心 但是你不会去 那么做 调伏就是你有那个心 你慢慢降低你那个心 甚至没有那个心 本来有那个心 那你让他不起那个心 就像你有定 定是社界的东西 那么我们的烦恼 基本上都是五律 都是欲界的东西 那你有了定 你就不会想 你有了社界的殊胜 你不会要欲界的殊胜 你不起那个心 那你有力量 你有力量 你的心有力量 你不会起欲界的烦恼 那即使从定出来你还有仪式 所以你就不在 就是你可以减低 这个是控制让他不成为业 不去发动身口 那么这个是你让那个心的烦恼降低 那会呢 会就是断除烦恼的能力 会就是断除烦恼的能力 定是调伏烦恼的能力 那都是新的不好的作用 那么借是控制烦恼的能力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之前 你必须先知道 我有哪些烦恼 所以在这个之前 你要什么 要觉察烦恼的人力 那么第一个名就是要先觉察 要明白要觉察 所以在这个之前 你要有觉察烦恼的能力 觉察烦恼的能力 那么你知道了 你才能控制烦恼 才能调伍烦恼 乃至于怎么样 断除烦恼 那么 他这个就是整个修行的一个概念 那 这个是 从直的来讲 这个是这样来 我们如果这样写的话 就这样来讲 直的讲 那么就是十二元情 那么苦即灭道 这个苦 比如说这个无名 然后到苦 这个苦 这个即 无名灭则行灭 这个灭 无名灭则行灭 就灭 那怎么样灭 要有道 所以就苦即灭道 那这个就是横着说苦即灭道 苦即灭道 那这里无名原刑行原事 苦即 那无名灭则行灭 无名灭则行灭 有应有原事见灭 有应有原事见灭 那应跟原是什么 定跟会 其实就是这样 那定跟会他就是道 定跟会就是道 所以三妹 定会均等就三妹 那么有应有原事见灭 那么无名灭则行灭 无名灭则行灭 行灭则事灭 来自以生老病死 幽悲老苦灭 所以这个无名灭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定跟会 就是会 我们叫做无肉会 我们叫做无肉会 那一有无肉会 那么你就苦就灭 那无肉会一定要一定 我们说七一定 再加上会道地定 就八种 一定要定 然后定一定要有戒 所以我们才说 勤修戒定会 喜灭贪争之 那这个就叫做道 这个就叫做道 那道可以讲 一般可以讲很多种 四年处四正前四如一族 四正寝四如一族 五根五根五根七绝之八正 这都全部不离开戒定会 全部不离开戒定会 那四年处是以定跟会 比较偏重在定跟会 那有一些就是想定跟会 戒定会的前面就是要信 所以变成比如说五根五立 信经念定会 那都一样都是以戒定会为主 那所以这个就是道 那不明灭必须要戒定会 所以勤修戒定会 喜灭贪生痴 这个因 这个因 这个因是业 这个缘是烦恼 那么从苦来讲业受苦 但是为什么会造业 有烦恼 所以烦恼是根本因 烦恼是根本因 烦恼是根本因 那么解脱的根本因是智慧 那么生死的根本因是烦恼 烦恼的根本因是我见 所以断了我见之后 那么就可以得解脱 所以这个是道 戒定会是道 那么就变成三十七道别 其实是这样子 那就变成苦其灭道 那这四弟 那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 那么你清楚 关照自己的身心 那断了我见 断了身见 知法入法 就变成淡见正法 不复见我 就变成这样 好 我们在我底下看 在哪里 所以初转法轮 就是开示四弟法 那我们说初转法轮 那么也讲四弟 也讲缘起 也讲中道 那不管四弟缘起中道 它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看中道 缘起四弟 它是同一个礼来的 那么你看你从哪一个角度说 看你从哪一个角度说 这里说到这三类归一法 就是我们所归一的法 其实就是真理 其实就是真理 那么这里说到就是 主要的真正的真理 就是中道 四弟缘起 这三类归一法 正知解脱中道 与变动苦破的世间 是真实 中道是善行 处政的解脱是禁妙 就是你得到的这个境界 就清净为妙的来 那所行的中道 是善行 那么你所了知的这个世间 说苦 真实是苦 就像这样 那么真实善行 尽量贯彻在中道的德行中 就是你游行这个中道 那么中道一般比较强调这个道的话 就是强调这个道 就是可以苦极灭道的那个道 一般会放在法正道 但是也是离两边的中道 如果我们讲中道 那么如果是苦极灭道的道 就是能够灭苦的道 一般会放在法正道 界定位的次第上 那么有一些是放在离两边 离这个 我们讲到八部中道 就是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基本上中道的话 有讲八正道 以及八部中道 阿兰经里面都有 那么八部中道 主要是不依不欲 不长不断 他通常都是从不生不灭开始讲 不生生灭长断意义来去 这样讲 照他的次序讲 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不依不依 不来不去 这个是龙树归纳阿兰经 佛的中道 不生不灭是大圣 比较常见的 阿兰经讲不有不和 阿兰经主要讲不有不 那么大圣 重在不生不灭 就变成生灭长断意义来去 就讲说八部中道 那么这个是离两边 离两边 离邪见错误的两边 离两边 离两边的中道 那这个是八正道 正见正思维正义正业 正命正心经正念正经 这个是依界定会而说的 那么这个比较偏重在 这个观念上 八正道 那么中也叫做正 中正如始之道 中正如始之道 就叫做中道 那么中官就叫做中正如始正观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正是正确的 中是不偏不离的 那八正道 基本上就分界定会 就我们刚才讲的 那么这个会是正见正思维 应该是这样 正见 正思维 正义 正业 正业 正经经 正念正丁 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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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经济是骗通界定会 那通常是在修订之后之前 要专一 要经济 那么由正确的观念 引发这个正确的行为 然后再加强这个新的力量 然后再得无漏会 由世间政界到初世间政界 从世间政界 那么到初世间政界 那么初世间一开始是从有漏会 因为我们就算在观元旗 我们也是有漏的 我们就是在观无我 也还是有漏的 从有漏会到无漏会 从有漏到无漏 我们只是向无漏 我们有真的无漏 但是因为这个趋向 就让你得真的无漏 那么从世间到初世间 从有漏到无漏 有漏会到无漏会 那么等见了 就见了元旗 见了世帝 见了中道之后 不管是世帝 世帝是中和的说 中道 元旗 都是要说无我 因为我见是生死的真结所在 根本关键所在 主要是这样 一般来讲中道 有很多种讲法 非常多种讲法 那么主要 主要就是这两种 八正道跟八部中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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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